为了马表之后,各位一定会想 那我要做一个数字钟 要怎么做 其实为了马表要做数字钟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们还是重新做一个 因为数字钟不需要这两个按钮 马表才需要按钮 数字钟不用按钮 你一开,它就显示时间就好了 那所以呢,我们就放个level就可以 放个level,然后加一个timer就够了 所以其实感觉上好像比那个还要简单 好,所以我新建一个专案 然后呢,就叫做club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放个level上去 放个level用来显示文字 好,那当然这个level如果这么小的话 一定看起来是很能够 所以,你最好把它的字型给调整大 好,那就是 好,那就是 好,这样可能还好一点 然后,不用那么大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数字钟一开始 我们名字 叫level 好,然后呢 这个文字 预设呢,我们想要显示的是 这样的格式 像这样的格式 所以我执行的话呢 现在是不会动的 嗯,要让它动 当然,我得拉一个timer进来 拉一个timer进来 好,timer进来 加timer 好,那多久动一次呢 那每秒动一次其实也就可以了 但是 多动几下也没关系 因为 时间如果还没到换秒的时候 你即使多动几下 它画面也是一样的东西 好,所以这无所谓 然后呢,一样 让我们把tick射好 好,tick射好 但是在这里 你就有一个 事情就是 在数字中一开始 启动的时候 那emable 应该就可以射出了 因为一开始就要显示 不像那个马表的按钮才要显示 所以emable 一开始把它射能处好 好,那射能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 要看的是 那我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要 让它 变化呢 就是这个tick的时候 要让它变化 变化成什么样呢 等于 好,现在呢 我们要取得时间 然后 时间 叫da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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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daytime里面有一个函数叫now 那 这是 现在 取得现在的时间 那 我现在用t点 怎么呢 点 这里 有太多函数 t有 日期 我不需要日期 我只需要 什么hour hours 加上 两点 再来 加上t点 mini mini就是分了 放两点当分隔 t点 second ok 这样子 我们 就 显示了 一个时间 那我们执行一下 看看它的结果 就像这个样子 所以一个数字中就出来 但是 这个会有点怪怪的 你看喔 这里只剩 一个数字 一般来讲 我们的数字都会 不管你是 一个数字 还有两个数字 最后都是两个数字 所以它有时一个数字 有时两个数字 其实不太好 那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格式化一下 那格式化 可以用这个东西 格式化可以用 格式化 你可以用 strim.format strim就是自算 format 格式化 那它的格式化 是这样 这个0代表 第0个参数 也就是 这个 1代表 第2个参数 也就是这个 2代表 第2个参数 那后面的0,0呢 是指说 我要显示 2位数 2位数 所以呢 我们就用 这样的一个 格式化的 字 函数 来做 的话 会 比较漂亮一点点 那如果你不太在意 漂不漂亮 其实上面这个就可以 好 有一个问题 因为 第一个 我不叫Level 1 我叫Level Cloud 第二个 我不叫Tine 好 这样就OK 这时候你会 等到60之后 你会看到它的0 会显示00 OK 各位去试试看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会用Data 所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们的这里 这两行 应该就够了 那我这里 还有去设它的 Incable 是因为我 没有在那个 那个 Widow Phone 里面那边设 所以我就在这边设 但是如果你在那边设 这边就不用设 谢谢大家